过去一周,市场最大的亮点是一家起死回生的民营网络教育股,股价在四个交易日报升约五倍。 印象中,市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明星闪耀了,这家民企发出的光芒,不亚于天制间闪现的亮丽星辰。 不仅一数一年多以来困扰市场的阴霾,同时也再次证明,即使中国经济面临各种艰险,但市场够大,那些吻合内地中长期发展趋势,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成长型公司,依旧可以脱穎而出,成为投资者的心头好。 与个别障风了的个股相比,港股这一周的整体表现欠佳,其中之前升幅较多的科网股,多以调整为主,但五十天线支持力不弱。 大市回落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,一是美联储加息0.75厘,导致资金流出,二是A股由近期高位回落。 大市周四跌破五十天线,但周五在A股上升带动下迅速收复失地。 下周市场如何演变,视乎美股的跌势能否止住。 虽然港股在股值以及内地政策层面拥有一定优势,但要完全摆脱美股影响。 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立行情,恐怕环比较难,美国加息周期启动至今,联储对华尔街所进行的预期管理环算不足。 市场每次出现大幅下跌,都在可控之内,除着官方承认在通胀走势方面存在判断失误。 接下来考验联储的,是如何重塑市场对美联储能否控制通胀的信心。 目前华尔街的主流意见,认为美国经济将会远着陆,但虽退风险已明显上升。 联储要做的是一方面加息幅度要足够,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大。 在两者之间能否取得平衡,关乎美国经济能否避免衰退。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四议息之后的讲话中特别提到, 影响美国通胀预期的不是非核心CPI,而是整体CPI,整体CPI中,还包含了能源和食品价格。 这也是今年以来出现了较大涨幅的品种。 以能源为例,过去两个月美国汽油零售价格一直在升。 近期已突破5美元,加轮。 如果声势持续,有可能导致6月CPI再创新高。 能否实现经济远着陆,并不完全由美联储可以决定。 除货币政策,还有一些导致通胀上升的外部因素, 包括油价和供应链瓶颈。 可以说,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远着陆,存在不确定性。 相对于美国经济的云里无里,中国经济的前景要明朗得多。 刚公布的5月宏观数据,略好于市场预期。 其中出口增速受赶工带动,有超预期的表现。 在中国稳经济政策不断吸力下,6月宏观数据料进一步改善。 如果接下来的经济恢复力度达不到预期,政府仍有空间加大力度。 尤其是财政政策,向前看。 中美在政策层面的错位将持续到下半年。 甚至到明年,下半年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, 还是中美同步下滑,影响彼此的资产价格表现。 从目前的宏观层面来看。 中国经济前景。 中资股股值略胜一筹。 这受益于4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稳增长。 稳预期政策,同时。 年初开始的中资股调整比较彻底。 令股值具有较强的吸引力。 近期美股大跌期间。 A股却获外资大量涌入。 多小也反映出中国资产的潜在价值。 短期来看。 受益内地宽松货币政策。 成长股开始重新受到市场关注。 而过去一年跌幅较大。 股值和盈利增长较匹配的成长股。 比喻软件。 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。 有机会迎来阶段性的修復行程。 至于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新经济股。 是反弹还是反转的概率较大。 仍待观察。 在经历了6月加息超预期的风险后。 好消息是下一次的联储议息。 要到7月底。 市场有望迎来一个半月的喘息期。 感谢观看。